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在有界B区间 当我写AB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有界B区间上面的一个连续函数 我写continuous的话 我不写一个点 它当然就是在整个定义域上面连续 每一个点都连续 那它就会达到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刘家宏啊 你三星三没来 你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刻 好 那我们今天是上次会继续的 好 我们开始录影了 那各位同学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复述一下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然后还有我们要介绍两个定理 我今天是上次要证明都是一些所谓的大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跟第三个定理 这个章节呢 可以这样子看 第三个定理说什么呢 就是一些连续函数的一些性质 它可以将区间引过去区间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的定义域是一个区间的话呢 它不会零碎的 它不会一段一段的 如果你是连续函数的话呢 它的直域也会是一个区间 不会缺 中间缺几个洞 不会有洞 为什么不会有洞 因为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我们事实上是结合了这两个大定理 来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东西 事实上 中间值定理 大家都当然会听过了 那搞不好我想大家高中都已经会 会 已经学过了 连续函数 在两 不是任何函数 是连续才行 在两个值中间的任何一个值都会有一个点对照着它 因为我的线呢 我的线呢 你中间有一个点 你不会跳过去 你一定要通过它 从一个点走到另外一个点 那就是会有一个点 这个点 我们叫X0 那当然这个点可能不止一个的 可能有几个 但是 起码有一个 我今天还在看一篇文章 文章就是当年 这个Coshi 怎么样子将这个中间值定理给他写出来 那在他的教科书1821年 200年前了 那写 那按照现在的那个语言来看的话呢 那个写法也是 不是那么精确 它基本上是用sequence的角度去看的 但是他的那本教科书是一个严谨的微积分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篇名的这个文章的名字是怎么样子 是Coshi's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And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Rigor 就是分析的严谨的这个历史 严谨化分析的一个历史 那我们今天呢 是来看看这个现代的角度的 那个中间值定理 而且呢 我要给大家两个证明 我们有两个证明可以给出来的 那好 先开始呢 我们是从这个 Extreme Value Theorem 上次呢 我们是上次 当然大家看到就是说 这个定理呢 这个定理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意义 那然后 他的证明呢 是用了 如果你看清楚的话呢 他用了Bosano-Weill-Strauss Theorem呢 用了两次 然后呢 Complenous Axiom也用了一次 所以这个很倚赖于这个 这个 十数的结构 那 我的 第一步呢 就是要说 我的F呢 是 如果是连续函数的话呢 它一定是Bundant 它一定是Bundant 使用Bosano-Weill-Strauss来说的 如果不Bundant的话呢 我就有一个Sequence 它值呢 走向无穷 然后 这个无穷呢 对照着某一个 AB上面的点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因为AB是 每一个点的值呢 只能是十数 然后 当你说明了 我的F是Bundant F是什么意思 就是 每一个FX呢 都是小于 等于 那个绝对值是小于等于 某一个M固定的M F for all X 那第二步呢 是 讲它的 那个 所以它有 Bundant 所以呢 这个 我如果令S呢 是等于 那个 函数值的话 所以S就是一个Bundant 那我就是有 Suprimum S 我叫做Y大M 也有一个 Infimum S 我叫做Y小M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Y大M 我就会 找到一个Sequence 找到一个Sequence 在这个S里边 它越来越接近 这个Y大M 换句话说 我会有一个F的XK 收敛于 这个Y大M 在这个 大S的 这个集合里边 那 好 那然后呢 我再用一次Bosani-Wastras 是说 你的XK呢 就是 一定是在 AB里边 所以 它是Bundant Set 那它就有一个 Convergence of Sequence 我就有一个 从这里呢 我就有一个 Convergence of Sequence 它是收敛到X0 那X0呢 也一定在AB里边 那这一点呢 在上星期三的时候呢 我没有讲得清楚的 为什么X0 一定要在AB里边 那这里就是需要 有接壁区间呢 因为 我的每一个XK呢 都是在AB中间 你现在收敛到X0 这个X0 如果XNK 每一个都小于B的话 X0是不是要小于等于B 但是它有可能等哦 所以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开区间的话呢 就有问题了 就有问题了 在上星三的时候 我有说 我们 这个开区间的时候呢 这句话是不一定对的 这个结论是不一定对的 那因为你的XNK 飘到这个B以后 FB没有定义啊 那你怎么达到 你的最大值就没有了 那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是开区间 就不能保证 但是现在是有接壁区间 就没有问题啊 那同理呢 这个XNK 每一个都大于A 所以X0呢 作为它的limit sequence的limit 也要大于A 所以这句话呢 是对的 这句话是对的 然后 然后再利用 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会将sequence 引过去 这个极限的 那个函数值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FXNK 就是要收敛到FX0 然后 但是 它作为XK sorry啊 这个 这个是KJ了 这个符号跟上次 是有点点不一样的 没关系 就是XK的一个指数列 那 那这个整个来说 当然是这个的一个指数列 那 它也应该要收敛到YM 换句话说 YM就是要等于FX0 那 这个 这个变成是就是 原来是一个Supremum 最小上届 现在是变成是我们的 Maximum Value 就是 讲完了 那就是整个证明的那个精神 Minimum 我们没讲很多 但是 类似的方式 我们当然是可以 重复的去 去推论 对不对 我们可以重复的去推论 但是呢 也要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里呢 我变成是一个 Remark 我说 也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里我变成一个Remark Remark是怎么说 这些所谓的minimum value 你的最小值 是相当于你的 负F另外一个函数 负F的最大值 是这个意思 F的最小值 相当于就是负F的最大值 那 所以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 我考虑不是F 我考虑负F 我就完完全全就是一模一样嘛 所以这个minimum 根本就 就不用多说了 是这个意思 那 事实上你看到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minimum fx 是等于负的 maximum的 负Fx 那个x呢 是在一个固定的集合里边 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找到这个maximum 如果我找到有一个1 它有一个1里边的元素x0 是对照着负F的maximum 那负的这个fx0就是 没有 我说这个东西的负呢 相当于就是 这个x0呢 就是原来的F的minimum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就是这句话 那 你做这个呢 大概一般是两个trick嘛 一个就是说左边小于右边 右边又小于左边 就做完 但是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trick 就是你将其中一个 给一个符号 这个m 然后你要说 负m 就是这个的maximum 那这个当然是对啊 因为 这里是若且为若就是 m是小于等于 fx for all x 对不对 m是小于等于 minimum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 再来一次 还不止那个意思 minimum是 fx0 小于等于 fx for all x 是这样的 那 这句话 我 每一个东西弄负的 负m就会等于 负的fx0 就大于等于 负fx for all x 是一样的 那再回来 就是负m 就等于 maximum的 负fx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所以minimum 就相当于负的 f的minimum 相当于负f的maximum 再加一个负号 好 那就成了 好 所以这些小心一点 去分析的话呢 这个也是非常直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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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堪根定理 那英文是location of root theorem 那中文是三十翻得很好 堪根定理 那这个堪根定理呢 是怎么说 就是我们的连续函数 也是在B区间上面的连续函数 那只要FA跟FB的值呢 是相反的符号 它们乘起来小于0 相当于是它们是相反的符号 则就会有一个X0在AB区间 就是FX0等于0 那个图画是非常简单的 我如果FA是小于0 FB是大于0 那中间一定有一个点呢 是经过0 这个就是我的X0 堪根定理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 这个事情一定发生 一定发生 那3点10呢 就是中间值定理 这个中间值定理呢 是跟一般的堪根定理 我的FA跟FB呢 不见得是一正一负 反正它们有可能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那最一般的状况 它们是不一样 假设FA是 FA是在这里 FB在这里 而0是在这里 那我的意思就是 中间值定理就是 它们两个数 这个是A 这个是B 两个Y值的中间的任何一个值 我都会有一个X0 那个函数呢 将X0呢 对照着这个C 这里可能不止一个X0的 我可能不止找到一个X0 可能有好几个X0 那这个就是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所以这个是中间值定理 当然中间值定理呢 跟堪根定理是弱且微弱的 它表面上是比堪根定理要来的强 因为如果我的C刚好是0 意思就是说 我的FA是小于0 FB大于0 那那个就是堪根定理 但是我现在这个C呢 是可以是任意 FA跟FB呢 可是飘在这个X轴上面 或者是在下面 都会对 但是如果这个是C值的话 我给它拉下来 那就 事实上就是堪根定理 那这个3点10 跟3.9 表面上3.10是比3.9强 那但事实上都是一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 我现在呢 当然我这个3.10呢 也是讲的比较所谓的一般 我们说 我们说C是lie between 它是在FA跟FB 中间 那所以 哪一个大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假设呢 FA小于等于FB and我let FA小于等于FB 然后呢 我的C呢 就是FA跟FB中间 是这样 他们 他们 我这里讲lie between 所以 按道理它可以相等的 它是可以相等的 但相等没有关系啊 如果 相等的话 不是很简单吗 那我的X0就是等于A或者是B啊 这个X0呢 就等于A或者是B啊 对照着每一个情况 那我英文呢 就讲这个是respectively 顺序的 那就 那就搞定啦 这个定理就成立了 那所以 我们要考量的事实上是这种状况 它G不等于FA CG不等于FA 也不等于FB 那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办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要利用看根定理来处理 那我就define 那那个方法是非常简单 就是将这个F呢 原来将整个曲线拉下来 在零点那边 将它拉下来 现在减C 那就拉下来了 那如果F是连续 我减一个 这个常数当然是连续嘛 所以连续算数减连续算数 当然也是连续啊 你事实上是每一颗都在用的 那然后 然后我的FA 我的G of A 是等于FA小于C 按照前面的不是就小于零吗 然后同理呢 G of B要大于零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看根定理的状况 意思就是我的GAGB就小于零啊 所以利用我的看根定理 3.9 看根定理的那个编号 那我就是存在一个X零 在这个AB里边 使得GX零呢 是刚好等于零 那这句话 当然等价于我们说FX零 刚好等于C 那就是我们的命题了 所以如果有了看根定理呢 中间值定理呢 就是 简单 中间值定理就是简单 那我这里给一个remark 有时候呢 我们要 要留意是 在这里呢 如果你是 是这个状况底下呢 如果我的C 是不等于FA 不等于FB的状况底下呢 事实上我可以 容许我的X零呢 在开区间里边的 是一个保证 我不会等于端点 那这点 有一些状况底下呢 我们希望是 是 是 是有这个保证 事实上 当然呢 这个保证也很自然 因为你也不可能 等于A或者是B啊 等于A FA不等于C啊 AB也不等于C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 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 端点的 所以 我这里就补一句了 我们在 在这个命题里边呢 事实上一般的 一般我们用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用的 是 它确实是不等于FA 也不等于FB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开区间 我可以写进去 是这样子 可以吗 那这个是叫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那这个是 一个重要的定理来的 重要的定理来的 那 我们就证完了 我们就来处理 这个看根定理 看根定理 我们要证 我说 我可以给出 两个证明 那第一个证明呢 是跟书的一样的 第一个证明 你们在 你们在演习课里边 是不是诸教也有做了一个 一个 一个习题 是说 连续函书的时候呢 如果是大于零的话 我附近呢 就不会大于零 附近呢 有一个小区间 它也是大于零 是不是 我这里也需要 所以 我可以 就是這個叫Lamma 引力 一個小定力 我們叫做引力 那我就發覺 如果一個點是大於0的話 它附近有一個小區間它是大於0 那小區間有多大呢 就不知道了 要看各自的函數 因為現在是 我保證每一個連續函數都有 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的連續只是一個點 不需要其他點我不管的 可以不管的 是這個樣子 那我簡單將這個證明給它寫一寫 讓我們整個系統比較完整一點 我就令既然是連續 那我就那個Epsilon Delta的語言是可以行得通 那我就令那個Epsilon是等於Fx0的一半 那這個是正數 所以我就 所以用Fx0的距離 所以我叫Fx0的距離 所以我找到Fx0的分別 所以我用Fx0的分別 所以才找到Fx0的分別 fx 是這樣 fx減去fx0的絕對值是小於2分之fx0 那這個你演繹一下的話呢 我將這個絕對值給它拆掉 就相當於是 fx跟fx0的距離是介於2分之fx0跟-2分之fx0中間 那然後你每一個都加fx0 那重要的是在這邊 這個是fx 它是大於這個 而這個是正數 這個是正數 那就做完了 所以我們有呢 x呢 只要是跟x0的距離小於delta的話 換句話說它在這個區間 那我都有呢 fx大於0 那就正完了 那這個是你要一定要看這個圖畫 這個圖畫是 這個是x0 那我就 然後 弄合適的 Epsilon 那我就有一個小區間 它跟x0的差異呢 是小於這個Epsilon 相當於就是說它是在這個範圍裡邊生存 它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就保證就是說 它在這個範圍裡邊 一定大於原來的函數值的一半 換句話說它就是一定大於0 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Epsilon是一個方便的 你也可以選別的 比如說你選Epsilon剛好等於fx0 也OK的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我喜歡用一半 讓它升高一點 好 那這個Lamma事實上是 時常用的 好 我們先播一下 再來做這個3.9的證明